你是不是認為有一些人 他認為呢 中共打來 我們就投降 他反對這樣子的說法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揣測的話 那我們就想知道啊 有這樣的說法 有這樣的想法的人到底是誰 我要陪賴總統一起罵他 陪顧部長一起罵他 我是願意的 我想我沒有辦法幫賴總統 OK 好 所以你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賴總統的意思就是要 要不斷的不斷的強化我們自我還未能力 是 許惟好 部長好 昨天呢 黃埔建軍百年喔 是中華民國的大事情 那我們都在 而且呢 我們也都非常佩服我們國軍的努力 那但是當然呢 我們賴清德總統的講話 也是字字句句都被外界斟酌 尤其是他提到首戰及中戰是一個投降主義 那我想要問一下部長 您知道首戰及中戰這句話 是誰在研究的嗎 呃 剛剛有 呃 林委員有問到 是 那首戰及中戰 據我所知是 呃 在 最早 最早在共軍在98年的解放軍報 認為就是說 首戰及接戰及行事 就發表在首戰 是 所以是 我們在研究中共 他對於台灣如果今天他要進行武統的話 他要怎麼樣做策略 而我們看到他們這樣的策略想定之後 我們自己要想 那我們要怎麼應對這樣的策略 部長我說的您認同嗎 所以我們因為首次作戰嘛 當然我們就一定要堅守 我們 當然我想全台灣齁 沒有人說這個要不堅守的 那包含您剛剛講的很對 從我們民國98年的國防報告書裡面呢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討論了齁 那當時這個報告書裡面是在講這個 嗯 募兵相關的 他裡面怎麼說的呢 他說 中共的軍事專聯裡面強調的是 速戰速勝 首戰決勝 再來呢有一位 我們大概應該有很熟的叫做 陳明通博士喔 他的論文題目叫做 中共攻台軍事策略思維變遷 在二次波灣戰爭之後 他也寫到了 首戰及決戰的 速戰速決局勢 這個是中共 如果他有一天要武統的話 他們希望的策略 所以這完全是中共的說法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的說法 也不是我們台灣人的想定 所以當在我們台灣包含我們的國軍 沒有人 這是一個中共的想法 不是我們的想法的時候 拿出說 首戰及中戰這樣的投降主義 大家不能接受 我想在場的所有包含我們黃埔的士兵 都一頭霧水 我們沒有人來接受啊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部長喔 賴總統這樣講的說法 您所看到的 有人在認同說 因為首戰及中戰 所以我們不要跟中國大陸開戰 我們如果今天中國大陸 來對我們開戰的話 我們要直接宣布投降 有這樣賴清德總統 所謂的投降主義派的話 可不可以幫我們點名一下 我想總統主要在強調的就是 我們要有自我防衛的能力 這個我們都認同 這個我們都認同 但是 我想他演講的這個意思 主要主要意思是這樣 但是因為他的說法 就會讓大家揣測說 你是不是認為有一些人 他認為呢 中共打來我們就投降 他反對這樣子的說法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揣測的話 那我們就想知道啊 有這樣的說法 有這樣的想法的人到底是誰 我要陪賴總統一起罵他 陪顧部長一起罵他 我是願意的 我想我沒有辦法幫賴總統來 OK好 所以你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賴總統意思就是要 知道了 要不斷的不斷的強化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 了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因為昨天在黃埔的時候 我們也很關心喔 我們整個部長有影片嗎 好有影片我們播一下影片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影片喔 是我們可以看一下部長的您喔 還有旁邊這個吳釗謝 嚴德發跟韓國瑜院長跟總統 來看一下 好我們這個踢著正步的 軍人朋友們 這個進行了讓大家覺得非常感動的儀式 等一下鏡頭會再回到台上 當這些踢正步的軍人們 只有這樣嗎 那你可能放錯了 但是再放另外一個好不好 好 你放的是一樣的影片 你有發現這件事嗎 好 總之呢那我直接用口述的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這個助理他沒有放出影片來喔 那基本上呢喔 這個我影片會再傳給媒體朋友喔 第一個狀況呢就是 部長您在 大家在就是比如說 旁邊的軍官在敬禮的時候 您有點手足無措的情況 就是偷看了一下隔壁的喔 然後呢想說 這個時候我應不應該敬禮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我們知道 然後昨天有一個最感人的是 我們有平均57歲的 好這個退役軍官 他們組成了一個隊伍 然後共同的來 踢著正步經過的時候 所有全場都給予他們掌聲 包含賴總統 包含韓院長 再包含到所有台上的貴賓 但是您當時呢沒有任何的舉措 我想問一下 部長當時的心情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您講的可能是兩段不同的 對兩段兩段 一個部分是 他先有一個向總統致敬取 這一個部分 對 那這個部分呢 當時我想 呃我 舉 舉呼唆禮 這個時候 他們是要求全軍禮的時候 那我有舉起來 對 那這個時候是符合他們當時 跟我說的這個儀儀的規範 OK 那所以是其他人沒遵守嗎 這樣我知道了 因為 那個形成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然後你還看了一下左邊 發現他沒動 然後又趕快收回來 那第二個部分是 但是我還是 還是舉起來 我懂 我懂 部長我覺得你很努力的 在融入我們的軍隊 這一點我也給你肯定 但是 但是呢 我覺得類似這樣的狀況 可能我們的包含我們的 那個 同仁 應該要在黃埔事前 來跟我們部長 好好做說明 整個禮儀的過程 否則被媒體拍下 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大家會認為 你對於軍隊管理 是不夠熟悉的 下一個問題 也是剛才很多人都問過 但是呢 我一定要把這個陳情 再給大家下一張投影片 好不好 下一張投影片 再下一張 好這個是 您 在上任之後 所做的一些 直接這個改革 那包含呢 裡面有一個這個是 安全查核管制方式 然後還有這個 主要是回報的這個部分 那廢除官兵休假回報 有事再回報即可 但這個事情呢 對於中階長官 在領導基層幹部來說 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所以光是這個禮拜 部長 我必須告訴您喔 我們就是光五 我辦公室 就收到了十幾封的陳情書 我們來看一下 所有的陳情好不好 你看 他說 我空軍 防空部同學說 他們 銀掌解釋 2400安全回報不用了 但2150就請前 需回報是否反營 真的把國防部的命令 當成放屁 另外一邊講什麼呢 不回報改成投票回報 他直接在LINE群組上面 叫大家用投票的方式回報 那還不是一樣 再來 另外一個 監察宣導 部長只有說取消回報 沒有說取消每日視訊反查 發明新名詞厲害吧 然後呢 請各單位 這個呢 由互助組長實施視訊反查 更麻煩了 本來只要寫個LINE而已 他現在叫你要用視訊 然後還要幹嘛 截圖回報 感謝配合 右邊 根據政戰部門的示意 部長 您的說法他自己在解釋耶 每週休假呢 並不是回報 而是反查 所以呢 早就取資格安全回報 在大鵬部長就取消了啦 這一次的人事 不好意思 我們主席再借我一分鐘 我把這個念完好不好 然後呢 國防部長本身也只是表示 取消安全回報 故休假庫助組反查 並沒有取消 後面還有嗎 好 就這四篇 我最後想要請我們部長回答一件事情就好 光是我辦公室一個禮拜 我沒有把所有的都放上去 因為我知道我的時間不夠 類似這樣 部長 在國軍基層裡面 您所下的指令 他們不僅是沒有完全服從 還自己善改 還把事情弄得更麻煩 還用賴投票的方式要他們回覆 請問一下部長 針對這種狀況 你打算要怎麼處理 請再要回答 跟委員報告我已經在內部齁 已經再度要求 那如果還有類似的這個狀況 我想我會嚴格來執行這樣 好 我希望這個禮拜不要再收到這麼多了 因為案件數量實在太多 但如果有的話 我會持續向部長來回報 因為既然新的命令出來了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順利實施 讓我們的國軍更好 謝謝